长春大学特教学院有一群有雕刻天赋的聋哑学生 他们可以在不足一毫米厚的蛋壳上雕出精美图案 记者今日获悉,他们凭借这项技能在当地一家口腔医院成功就业 在吉林某口腔医院,他们的具体工作是制作假牙 在暖色调的工作室,这群年轻人各有分工 有的在画牙,有的在打磨,他们彼此用手语交流 整间工作室十分安静 据介绍,三年前,这家医院的院长在长春大学特教学院参观时 被这群孩子的雕刻天赋打动 于是邀请一些学生到医院尝试制作假牙 没想到,他们专注且有耐心,表现出很强的适应能力 我们陆陆细续接受了12年 有听障这种残疾的孩子过来进行学习 他们非常专注 然后对一些工作非常专心 他们基本上不受外界的一些打扰 杨磊是第一个来到医院工作的残障学生 经过三年多的学习 他已经初步掌握了制作牙雕的专业知识 我开始到这来的时候呢 其实我没有太多的兴趣,也没有喜欢 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我开始逐渐地爱上了这份工作 未来呢,我应该好好努力 为社会做更多的贡献 去实现自身价值吧 据了解,医院方面在培养他们学习专业技能时 也颇费了一番心思 医院老师不会手语 学生们也听不进老师讲话 于是,他们就借助手机软件 将老师的语音转换成文字 就这样一点点学 未来呢,他们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齿科技师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四到五年吧 杨长明介绍 中国齿科技师人才还比较短缺 发展前景广阔 这次尝试也表明 残障人士也能胜任这份工作 院方也将以此为基础 继续探索更多残障人士到医院工作的可能 在我们的专业建设上 也给我们一个新的探索 就是不是说学生不能干 而且是很多领域我们没有认识到 学生是完全可以适应的 我们应该更好的去探索 积极探索 残障学生的未来的就业之路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口腔医院的接诊量逐步恢复 学生们也开始为成为牙齿雕刻师 而不断奋斗着 그리고在学生是学生的最低 Tre 奥养人士